话说在1977年夏天 在辽宁省东部有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在这个村的村西头水井边上 住着一家姓王的人家 这老王家的老人病危 当时在农村不像现在城里边 老人不行了临了的时候都往医院送 过去不是 在农村看老人快不行了 按照老传统赶紧给老人把兽衣穿上 因为这会没咽气这身子还是软和的 等咽了气这身子硬了 这兽衣穿费劲 先把兽衣给穿上 兽衣穿好之后 孝子贤孙都聚集在屋内 等老人咽最后一口气 这叫送终啊 同时呢 院子里边赶紧张老人 打上棺材搭上灵棚 安排人把这些事干好 再特意嘱咐一位出去报丧去 四处去通知亲家 这就开始张罗后事 除了这些事以外啊 在老人临终前 儿女啊 还得最后尽销 还得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把村里边 有艺术的人 和神仙 请来施法 争取把老人 大阎王爷那抢回来 做最后的努力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故事里边啊 不得不提一个人 这人叫什么呢 叫小涛 这个小涛啊 当年多大了 当时是八岁 他是谁呢 他是这个要去世的 老王头的外孙子 哎 八岁 同男子 阿里说 小孩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大人看不见的东西 他能看见啊 这很正常 但是都是在六岁之前 这个小涛今年八岁 他还能看见 为什么 因为他得生辰八字 跟别人不一样 他是一直到十二岁以后 才看不见的 哎 他有天眼 在十二岁之前 话说 那天他老爷 兽衣已经穿好了 都准备 最后的一口气咽完 就停那了 哎 家里边就开始 大办丧事 最后 他妈 还有他舅舅 就是老王的儿女啊 把村里的活神仙请来 请来干嘛 给老爷子抢回 这个 活神仙不是他们村 是林村的 这位本事太大 所以他们村啊 有会的 也不干这行了 因为在人家面前啊 那点 丢虫小技啊 不好意思 往出险 所以说 附近十里八村 离得不是很远的 有这种事 都请这位 这位是个老太太 哎 老王爷子快不行了 小涛 还有他妈 等一众亲属 在这屋里边 等着给这老爷子 送终 把这个活神仙 老太太请进来之后 老太太一通弄 如果说抢不来回 老爷子 这就算是完事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如果抢回来 那当然是皆大欢喜了 这个小涛 就看这老太太进屋啊 进屋之后啊 让这个 小涛的舅舅 就这个 王老头 他儿子 长子 从外屋 拿了一个碗 和一双筷子 拿这个碗 在缸里边啊 先崴了一碗水 这老太太 拿着两根筷子 嘴里边是念念有词 当着孝子先孙的面啊 把这筷子 就插水里边去 这两根筷子 往那个水碗里边一插 手一松 这筷子 沾水里边 这些家属 我看上都觉得挺神奇的啊 这筷子 一蘸水里边 这老太太这脸色啊 就不太好看了 特别凝重 这个屋里边 别人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小涛 他能看见 大人看不见东西 那他看见什么了 这会儿小涛 看见一个呀 头戴高帽 白帽的 手里边拿着枯桑棒 一身白袍的衣裳 满脸笑容的 这么一个男 还有一个 头戴黑帽 手拿枯桑棒 一身黑袍 满脸愁容的 这么一个男 他俩一个笑脸 一个愁脸 哎 这咱都知道是什么 黑白无常 索命的鬼差 哎 小涛就看这二位啊 毫无阻碍的 穿过了孝子 贤孙的身体 倒着这老太太的 这个碗跟前 这个白无常啊 在这个老太太 施法以后 伸手把这两根筷子 给抓住了 老太太刚才不是 弄了一碗水 弄两根筷子 在这立吗 为什么他能立住 因为有这白无常 在这抓着 这白无常 扶着这两根筷子 还扭头 看了小涛一眼 看小涛咧嘴一乐 舌头啊 还掉出来了 小涛清晰的记着 说他那舌头啊 得有半尺多长 挺长的 但是不像这个电视里边演的 还有戏剧舞台上啊 呈现的 这舌头呢 二十来长 没有 他说那最起码也得有半尺长 把这小涛吓了 就躲到他妈身后 过了一会儿啊 小涛还是好奇啊 把这脑子又探出来 接着看 看这个黑袍子 这个白袍子 这俩人 黑白无常 这会儿已经飘炕上去了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站在这个老王头的身前 穿黑袍这位 抬眼看看窗外 估计啊 这位是算时间的 算时辰的 不到底 不能拉呀 咱再说说这个老太太 这个活神仙 这老太太把碗撂下 连鞋都没脱啊 直接上炕 到这个奄奄一息的老头旁边 盘腿坐下之后 俩手放腿上 两个拇指相对 右手平张 放在左手上面 嘴里边念念有词 念的是什么呢 佛告阿南 有人奉佛 从明师受戒 专心不犯 精进奉行 不知所受 行向先明 招募礼拜 这是一套经 这老太太小生 在这念经的时候啊 小涛就看见这个 黑白无常啊 就好像听不了 这个经文似的 就飘起了身子 就飘在空中了 在这个老王头 这个身体上面 徘徊 斩在身上面 转 话说这个 老太太 这活神仙 一段经念霸 抬起右手 做拿线的那个动作 又抬起左手 做拿针的那个动作 其实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假装 就是看过雅剧吧 就这个东西没有 就老太太表演 好像有似的啊 一个手拿线 一个手拿针 两个手一合 那意思啊 在这穿针呢 穿针引线 把这个线穿进去以后 又好像在这个线 尾头那边打了个疙瘩 大伙子做过活的 用过针线都知道啊 这针穿完之后 后边得打一截啊 老太太做那么一个动作 好像打了个截 弄好之后 右手高举 左手从这个老王头脚底 一直贴着衣裳 抚摸到老头的头顶 然后口中又是念念有词 若疾病者忽疑不细 忽视乌师不问 节奏 此次邪神 天神远离不得善乎 妖魁日经 恶鬼吞闻 令知爱好 所向不邪 等等等等等等 又是一套经 这套经跟前面那套啊 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前半段 后半段 念这个经的同时啊 这老太太的右手 在这个老王头的嘴上啊 快速的做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好像拿针缝东西似的 哎 大概过了能有两三分钟 这老太太忽然大喝一声 紧接着也不知道 这老太太打哪 掏出那么一把符纸 扔向空中 往天上刷这么一甩 这个漫天飞舞的符纸当中啊 有两道 这两道小涛看啊 扔出去的时候是符纸 但是到了空中之后 化作两道电光 奔这个在王老头身上盘旋的 黑白无常就打过去了 这黑白无常 二人可能也早已经 料到有此一招啊 电光来袭的瞬间啊 这二位化作黑白两道浓烟 转瞬间 就奔到这个房门上面 左右两脚去了 哎 这个两道浓烟在房角处啊 由小变大 混化成两个青面獠牙 大脑袋各自张嘴吐着 黑白两道浓烟的妖怪 然后把这浓烟吐向这个老太太 哎 这个活神仙 这老太太始终头都没抬 俩腿坐炕上 这右手啊 他不是拿针呢吗 老太太刚才不是做这个拿针状 就好像有一根无形的针吧 这根针在老太太的右手掐着 老太太把右手这根针啊 往空中一扔 紧接着继续念经 这屋里边发生的这一切 在孝子贤孙的眼里边 老太太就是在那坐着 宝像庄严 这手上有动作 别的他们都看不见 但是在这个小涛眼里 另一番景象 哎 咱们毋庸置疑 黑白无常肯定是奉了阎王殿 阎王爷阎君的旨意 来这儿拘人魂魄的 到这儿有人拦着 他俩肯定是动了气了 要拿这个活神信 这老太太撒气 二位化作青面獠牙的厉鬼 吐着浓烟 奔老太太就来了 话说这两道浓烟呐 喷下来的时候 这老太太刚才不是 往头顶扔了一根针吗 这根针啊 本来老太太在手里边掐着的时候 这个小涛啊 还看不出来 他手里边像有针 看不出来 因为那时候是无形的 可是这会往头顶一抛 这根针啊 忽然间是万道金光 哎 这个金光 把躺床上的老王头 还有这个老太太呀 都照在金光之内 这浓烟碰住这个金光啊 嗖嗖嗖的 又都穿回到房角了 好像这老太太扔了这根针啊 放了这个金光 像一个金钟罩似的 这黑烟啊 进不来 而且还怕这个金光 不敢跟这个金光接触 黑白无常 一看这招不奏效 又现出本相 哎 又变回来了 在这个房屋角落空中啊 狠狠的盯着这老太太 两个眼睛 能看出来真是动了气了啊 小涛当时说 那眼神特别吓人 这时候小涛啊 忽然间觉着自己眼前一花 揉揉眼睛 再仔细一看 眼睛没花 他一开始以为自己看错了 没看错什么呢 这炕上啊 打这个老太太的身体里边啊 又飘出来一个 跟这老太太一模一样呢 又一个老太太 咱们代言 这是老太太灵魂出鞘了 小涛就看这个老太太 未见动身 已然是飞起来 飘到金光外边去 飘到金光之外 抬头跟飘浮在空中的黑白无常 说话 他们说什么 小涛听不见 但是看那样啊 在说什么 这黑白无常这脸上 也是阴晴不定的 表情也是总变 最后呢 二位是互相对视一眼 跟着老太太点点头 那意思好像是 老太太跟俩鬼差谈判 应该是谈妥了 哎 谈妥之后 这老太太又飘回到金光之内 又钻入自己这个实体当中 又过了挺长时间 这老太太这经啊 才算是念完 念完之后 伸手招呼这老王头的长子 老王头的儿子赶紧过来 低头老太太福尔说了几句话 哎 这个老王头的长子呢 频频点头转身出去 功夫不大 在外边 捧进了一个瓦盆 后面呢 还跟着两个小伙子 这俩小伙子 各自是抱了一大堆的纸钱 哎 仨人一起进来 回来之后 老太太抬腿下地 拿过一个凳子 放在这个老王头的脚底下 那个位置 接过这个瓦盆 然后老太太呀 说了一句话 生死各自安天命 鬼门关前走一回 说完之后 从这俩小伙子手里边啊 接过纸钱 拿了一点 没全拿 放在这个瓦盆里边 然后老太太双手合十 又念了一番经以后 然后让人把这纸钱点着 纸钱点着之后 一股蓝色的火苗往上升啊 点着了 火起来了 这老太太呀 开始继续往里边添纸钱 一边添一边嘴里边还是念叨 念叨什么呢 阴历三月十三 阎王使者置眼前 千万求这十年寿 每年四季都平安 念叨 往里边添纸钱 等这个纸盆里这些纸钱啊 全都烧完之后 屋里屋角 黑白无常 二人是喜笑颜开 赶紧呢 数着自己手里的阴钞 等这俩小伙子抱进了这些纸 都烧完之后 这黑白无常 把这哭丧棒 往自己腰上一插 俩手呢 捧着这个钱 这钱呢 都顶到脖子下边 哎 一人捧这么一大落子 阴钞 一晃尸 就不见了 就在这个黑白无常 消失的那一瞬间呢 看上这老王头 是吐了一口浓痰 把眼睛睁开了 这时候老太太呀 搓搓手 哎呀 没事 阎王爷 派了勾活的 已经走了 说完之后 老太太 转身呢 就往外走 家属是有哭有笑的 围着床上的老王爷子 老王爷子的长子呢 千万谢的 送老太太出门 院子里边这会儿 好多人正忙活着呢 有的预备饭的 有的打关 有的搭灵棚的 一看老太太出来了啊 长子在后边跟着 就有明白事的 管事的过来说 怎么样 还要不要继续干 老太太说呀 都停手吧 把这东西都归论归论 找个地方 弄个塑料布给散上 等十年以后再用 哎 怎么回事呢 这老太太呀 拿钱贿赂这黑白无常 老太太自己本身 也有点手腕 这黑白无常也知道 硬要领魂走 也费点劲 老太太软硬兼施 又给了点钱 黑白无常拿了好处 回去之后 到严君面前呢 说点好话 比方说这个人 多么多么好 家里边有什么什么事 因为这个黑白无常 他了解阎王爷的 这个脾气比较 他知道什么样呢 阎王爷能继续给家收 所以黑白无常 拿钱办事 回去 后来这老王爷的 还真就是又活了十年 十年之后 又到农历 三月十八 老王头的儿女 早上起来 叫老头吃饭 结果一推门 发现老头啊 早就已经厌亲了 好了啊 像民间这种 有手腕的人啊 的确是有 但是不多 现在你说 会点艺术的 真是不少啊 这个奇人能人啊 有 但是多数的 那个手腕都不硬 像这老太太 有这么大能耐的啊 能在鬼才手里边 抢活的 现在不多见了 也不知道这门手艺啊 以后还有没有人 能继续传承了 好了 咱们今儿这故事啊 就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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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了